一定要找到策法原底的根本解决方法 人有善愿 天必从此 就遇到老祖宗的教会 心就安安 有祖宗的智慧 一定有办法 就不紧张 就能冰来 降水来徒演 接着来看 这个领导者 他要重视教化工作 所谓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 没有比这个重要的 不管是为君 为父母 为老师的 这个是教学为先 但是这个教化的前提在哪 自己要以身作者 要修身 其中呢 在为政第二里面 有提到几个 重视教化的经句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 导致以正 其之以行 明免而无耻 导致以德 其之以理 由此且格 那这个就是教化 而且我们感觉到呢 假如不教化 哪怕你用政治 用法律 带出来的老百姓 他只是希望不要被处罚而已 他不一定有修止心 可是说实在的 只想着不被处罚 而没修止心 那个人性是在堕落的 只要没人在的时候 那他的行为是很龌龊的 人家会受不了 所以 虽然政治 法律 可以 嚇阻人 不要造恶 但更重要的 要启发他的修止心 跟德心 才能由此 且格 这个格 就包含 改过之心 甚至于是 此不如 圣贤 此不如 遥顺 另外 这个季康子 又问了几个问题 我感觉 这个季康子 很有意思 他问了好几个问题 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 但孔子给他回答了好几次 他好像还不是很明白 所以 我们有幸 看到经典的教会 真正要把它拿来 关照自己 不然再多句 可能都很难受用 这个季康子就说 使民 敬忠 以劝 如之何 这个敬忠 以劝 就是如何让 老百姓 恭敬我 对我效忠 而且能 互相归劝 向善 社会风气很好 怎么做到呢 其实我们一个领导者 在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如果能够回光反照 往内心一看 可能答案自己就找到了 问题都在内 我们向外求 向外要求 才会不知道怎么做 比方 比方我们冷静一下 要让人民尊重我们是结果 首先我们要怎么做 自重而后 人重啊 要让老百姓效忠我们是结果 我们应该先做什么付出 君人 尊重啊 你看我们现在 也讲得不明道理了 想吃水果 都不种树 是吧 只想吃水果 不种树 所以孔子的回答 真的就是 直指人的心性 跟根本 孔子讲到 灵之以装 择敬 孝辞 择忠 举善 而交不能 择劝 灵之以装 面对老百姓 可能是参加国家重大的典礼 或者是 施访老百姓 都是非常的 有礼庄重 老百姓一看到这些领导 树然起劲 甚至于很多国家领导人上台 非常庄严 还给底下的人鞠躬 甚至于国家领导人 还给这些各行各业 心情付出的人鞠躬 这个都是灵之以装 老百姓看了感动 佩服 公敬心自然就提起来 你这个领导者出现的时候 都是 邋邋遢遢慢半拍的 都给人 觉得看起来随便的 他怎么可能会尊重我 都是要求知在自己 要让老百姓忠 你要教他笑到 一笑才能怎么样 做忠 他连对父母都不笑了 他还对你忠 很多从事公益活动的人 就很无奈说到 奇怪了 我们帮助最多的地方 反而是要求更多 他就很纳闷了 问市长 市长说 他连父母都不爱 他还爱你 他还感恩你 就是没找到根本 笑才能做 再来以领导者来讲 你要仁慈 老百姓自然就忠诚 你都这么苛刻了 都是收花名子名高了 还要老百姓忠诚 那有可能的道理 好 这个是笑词之中 举善而交不能 把所有好的德行风范 表扬出来 让天下的人学习 然后对于很困苦的人 这个不能包含生活很困难 或者能力比较差的 我们都能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 比方在一个公司里面 对心境的人 对能力稍差的人 领导包容交导 这个时候爱心 就在自己的单位传开来 比方一个学校的老师 对于那些成绩比较落后的学生 都能尽力去教 好成绩的孩子 学到的是仁慈性 一个国家领导人 都是照顾观寡孤独 老百姓企鹅效法 一起支持 一起捐款 那汶川大地震就是很好的例子 国家领导人奔赴前线 全国人民响应 举散而交不能 这劝 所以在大陆连续很多年 我们看到国家领导人的用心 道德模范 各行各业的道德模范 还有感动中国 每一次看 那不哭 不可能的 这真正都是自情自爱 为国家 为人民 为太太 为五人的关系 都做到淋漓尽失 还有一个节目 很受到政府的支持 天下父母栏目 大家看过吗 这天下父母栏目 光是演艺圈十大孝子 好像办得四起 沮善 而且这些歌星演员 都是很受欢迎的 他们是孝子 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面就很大 包含 天下父母已经办了 差不多六年了 其中访问的 真的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这些实践者 他们真的都把仁义理智性 五轮八德都做到了 我们常常看那些节目 都是很敬佩 效法他们 比方 有一个被访问的 叫艾斯红色的 她是捐血的女状元 她捐血捐了十八年 捐的血 那太多太多了 任于住人 然后她的儿子 也是很小就开始捐血 那家道就传下去了 包含山西 有一位女士 当时候受采访的时候 她已经收了一百六十几个孩子 她的孩子 通通都是从监狱出来的 她爱护他们 像母亲一样爱他们 收留他们 所以这个是母爱 让浪子回头 而且她那个母爱 是没有血缘的母爱 那时候她六十岁 有一个人跑来 要认她当妈妈 拿这个东西 请你收我当儿子 结果这位女士 好好好 你先坐下来 结果她东西一放下来 一看 年龄比她还大 大她一岁 她说不行啊 你还比我大 怎么可以叫我妈 她说不行 一定要叫妈 叫妈才有感觉 所以她的儿子还比她大 我真的 看那个节目的时候 没有不流泪的 当时候还有两个 跟着她不知道多少年 都改过自新了 都有很好表现的 现身说 这就是活生生的 道德模范 就在我们身边 所以 天下父母栏目爱 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有出了几套精华版 那每个故事 真的都值得我们去赞看 去宣扬 大家比较熟悉的 大连的孝子 王熙海先生 他已经出席了 好几次的论坛了 我们接触他的同仁说 就不要说听他讲话 就光站在他旁边 就快要流眼泪了 就人家那种德行的感染 好 所以这个难得 举敬善和教不仁 现在是在从政府到民间 都在积极地这么做 明星是可以劝化过来的 好 所以这个是教化的重要 刚刚跟大家讲到 这个季康子问的问题 他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他给孔子讲 杀无道 把那个犯错的人杀了 让老百姓都学着 不能犯法 以杀无道而救有道 如何 这么做好不好 孔子回答 子为正 你当领导的人 焉用杀 一当领导就要杀人 子欲善 你一心向善 你老百姓就跟着你善 动不动就要杀 子欲善和名善你 君子之得风 这一句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他整个问话就是这样下来 君子之得风 小人之得草 草上之风 闭眼 只要领导者有得风 上行下效 这个都是提升领导者 我们有教化的责任 不能动不动就要杀了 就要处罚了 不妥当的 所以孔子在《论语》里面 也是提到 这应该是在 《遥约二十》 大家可以去买一本书 叫做《论语所影》 要查这一句到底在哪一章比较快 因为在第几章 我们好找 在这二十章里面的孔子讲 不教而杀 为之虐 你不教育他就处罚他 这个是虐待人 不戒士尘 为之报 这个不戒的意思 你没有提醒他 反而在旁边看着他犯法 这个就是落井下石了 不戒士尘 这个就是很不厚道的心 为之报 残暴 暴政了 这是玩弄老百姓 慢令至奇 这个法令很慢 才公布 要老百姓马上去做 慢令至奇 为之贼 这是贼害人 其实这几句都是 一个领导者 要有责任带好头 然后要设身处地 给人民宽松的方便 不能急于求成 不能找老百姓的麻烦 好 这个都属于教化的态度 好 我们刚刚也提到 这个领导者 要有人爱的心 孟子的整个教诲当中 就可以凸显 爱人者 人恒爱之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夏商周 他们为什么能得天下 因为他仁慈 得到人民拥护 三代之师天下也 以不仁 当他不仁了 他的政权就保不住了 所以孟子又讲 乐明之乐者 名义乐其乐 忧名之忧者 名义忧其忧 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 然而不忘者 为一之忧也 就是他真正以 人民之乐为乐 人民之忧为忧 然后不能够 把国家治理好 是不可能的 相同的 用在企业里面 实时为了我们的员工 为了我们服务的人 的忧而忧 乐而乐 哪有可能说 他在这个行业 做不好的道理 所以这个仁爱 很重要 在宋朝开国 有一个武将 虽是武将 特别的仁慈 所以他有一次 要攻陷一个城的时候 他还没进去 就召集这些 最重要的将军 然后对他们说 我病 很难受 只有诸位将军 能治好我的病 当将军的人 都很勇猛 很讲义气 元帅你说 我们一定配合 是吧 结果这个朝兵就说 只要你们进城 不妄杀任何一个人 我的病就好了 然后就 可能还这么 撒血为猛 干了 不妄杀一人 后来真的不妄杀一人 不只没有妄杀一人 只要发现女子 单独的 找一个地方 通通让他们先待在那里 命令他最信任的人守护 兵荒马烂 最容易出事 等整个事情都打理好了 这个女子有家的 亲自送他到家里 没有家父母已经死了 无家可归的 帮他找个人家家 我们看 这个朝兵呢 仁慈到这么细腻的地方 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他有一个下属犯错 犯军令 判打几十大板 结果判了以后 隔年才打 后来隔年打的时候 大家都很纳闷 几十大板要不是什么大事 怎么隔年才打 怎么隔年才打 曹兵说了 去年判的时候 他的媳妇刚进门 假如那个时候一打 他家里的人说 就是这个少把心过来 那这一个女子 可能一辈子都被家里的人怨 所以他已经嫁过来很久了 也付出很多了 大家也忘了 是他害的 不会这么去推想 才处罚他 这情礼法 经过 要细腻到自己的一个部下的处罚 都是仁慈 好 再来要纳贱 我们举了唐太宗先生 以人为敬 名得失 他的度量就很大 而且很重要的 能纳贱的人 是有度量的 是不傲慢的才行 包含知贤 举贤 认贤 都有这些过程 包含领导者要有智慧 要能深谋远虑 防围杜鉴 我们刚刚讲的 仁义理智 这个智领导者就要举别 包含能分辨 什么是忠言 什么是禅言 有这个判断力 所以有一个说法 一个人不能看一百年的发展 不能做宰相 那一个父母不能看多久 不能当父母 那你得看得到三代 是吧 不能只顾眼前 所以范仲淹先生在世的时候 在门口种了两棵君子树 松树 他就讲到 轻音大辟 其余千年 范公有信心 我这一生尽心尽力 以圣贤去 教会的智慧去做 得风可以辟应到 千年以后的智慧 现在证明 这个有智慧 有得险 再来 这个智慧当中 还包含 管理要有秩序 很多学传统文化 也不能一下子 又从 不急又到太过 以前没有学 不懂 现在一学了 不用制度了 就用传统文化就好了 其他那些都不要了 制度也是传统文化 无规矩 不成方圆 现在不是个人的时代 都是团体的时代 那团体这么多的人 当然要分成负责 他怎么可以没有 整个组织的规矩跟运作 就像一个大的家族 也都有他的规矩 这才是传统文化 学了学没有了解 又偏到一边去了 到时候社会的人看了 哎呀 那个学传统文化的 都像疯子一样 不冷静 不理智 那就麻烦 孔子在《论语》里面也讲 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 则言不顺 分成负责 每一个人是什么职位 什么权责 都要清清楚楚 他才不乱呢 这个当高层的人 底下的人都来找你 连基层都来找你 这个公司能运作吗 就乱了 基层应该找底下的管理者 叫分成负责 基层都来找最高领导 最高领导还在那里 嗯 我真有魅力 是不 那搞什么 那搞明文利亚 最后呢 他们只 眼里只有 最高领导 是吧 底下的人 他都看不上眼 那请问 这一些基层的人 学到什么 学到傲慢 学到情职 他还学到什么 是不 大家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这么清楚 因为我就是这么干 是啊 你要给他理智 要给他规矩 要给他沦场 而不是变成我们自己 在那里被人家 恭敬赞叹到 有点喝醉 修学的路上 不起执着 贪着 是要很冷静的 好 所以大家注意 带一个团体 假如带成 只有老师 没有主管 这个就已经不符合 传统文化了 真有老师 应该是真有主管 真有主 祖先人 圣先人的教委 他听了 听了是什么 听了是去做 当然要 君人 臣 忠 那才对了 所以我们看 这管理要有序 要证明 组织 要分成负责 要谨慎 决策 这个都很重要 那天我们一开头 就讲了 凡为天下国家 有酒精 这一篇文章 大家回去 好好咀嚼 讲得太好 怎么做到 中庸里面都讲清楚 可以参考这个 酒精 最高级的管理学 在谈到呢 去摊 去承 去吃 去占 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说要有智慧了 好 我们看去摊 那个商座王 有一天吃饭 鸡子光是看到他拿着一个象牙座的筷子 完蛋了 商座王要灭亡 敬为之助 请问大家 他的筷子用 用象牙做的 请问他的碗用什么做的 有没有人拿象牙筷子配一个塑胶碗 怪怪的 好 都是金子做的碗 请问里面盛什么东西 青菜豆腐 都是山珍海味啊 好 坐在那里吃山珍海味 会不会穿着T恤吃 不会啊 穿着零楼绸缎 穿着零楼绸缎 会不会在小木屋吃 那见的都是高楼广煞 他钱从哪里来 那他贪这些物欲啊 那老百姓怎么活啊 所以要去贪 而且不只是去这种物质的贪 还要去心性上的急功近利 要借贪功 很多人一上位或者改革的时候啊 都急于一时求成 最后反而适得去吧 所以在很多朝代说 要变法都变不成功的 往往就是在这个 他觉得他是做好事 可是他贪快了 他忘了孔子那一句话 勿欲数 勿见小力 欲数则不打 见小力 小力就是马上看到成绩啊 则大事不成 去撑 领导者一发脾气啊 整个气氛就不好 甚至于发脾气做的决策啊 可能会断送整个团队 有一些军王一生气打仗啊 最后几十万军队哀红遍野的例子太多了 这个去撑 去澳门 满朝筍 牵受益了 好 所以这一些呢 我们从 论语 这一些经典当中呢 得到 我们 领导者的 应该有的 这一些态度 其实这一点我们把它改成谨慎了 谨慎的人 他会节制他的欲望 所以之前 跟大家讲过呢 刚好努叔叔送我一个杯子 戒赢杯 那就是这一些贪嗔 吃慢啊 都得要谨慎 不能呢 被他控制变成奴隶了 好 这是一个领导者应有的 修养风范 而领导者不止做到军 还要做到亲 还要做到师 做到亲呢 那就要信任 下属 要关怀 下属 而且这个关怀 不只是我们关怀 还要分层关怀好 因为一个人的体力 精力是有限的 分层负责了 每一个层级的主管 也从中得到成长 也建立了他的威信 好 再来 亲呢 要设身 处地 为底下的人 着想 而且抱着一个 不求回报的心 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 领导者也要有这种心境 不然会患得患失 很难过 谁又对不起我了 他跟了我多久 居然离开我了 愤愤不平 那就 真正当亲人看 哪有在那里计较得失的呢 你说那我培养他这么久 我损失了 你不也帮社会培养了一个人才吗 这么计较干什么 看起来这里失掉了 另外又会回来 为什么 社会是一个循环 你给出爱 回来的一定是爱 不要只看你眼前 所以这个出乎儿者 就会反乎儿者 所以刘芳总裁 他有一些员工离开了 但是也有员工在进来 而且他觉得越进来的都很优秀 为什么 一些员工离开 毕竟他可能有家庭的情况 结婚的方方面面种种 哪有可能去 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一个公司待一辈子 那也是缘分的 在的时候我们尽心尽力爱护 离开我们公司 我们深深祝福他 甚至于有节庆的还关心他 这个才护道 才有厚福 也要做到师 师就要帮助底下的人 掌善救师 把这个五轮五常四为八德 做给他们看 要藉由很多机会 引导他们 而且是因财失教 每一个员工的状况 还是不同 因他们的情况来教导 引导他们 好 那这个君臣关系 因为城中 大家在八德故事 比较深入了 在君臣关系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那明天 我们再谈 朋友关系 那下一节课 我们 再针对一些问题 大家来 一起交流一下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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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就很热情 但是大家也确实做到了 一开始就很热情 自始至终 都要保持对生命的责任 不管是自己的生命 还是这一生遇到的所有的有缘的亲朋好友的生命 我们都应该去感恩 去感恩去爱惜 去成就 我们看到刚刚刚我们林学长 你看他那个跑步的动作 就感觉到他就感觉到他做什么事都很尽心尽力 这个非常可贵 而且这一次我们共聚一堂 最难得的就是三代的老者给我们最好的榜样 活到老人家的学生命中 年轻人的学长 年轻的学长 千功 好学 也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也鼓舞我们的年轻人是可以受教的 只要有因缘遇到正法 正知正见 他们那种对生命 甚至对国家民族的热忱都能够提得起来 这个我因为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在北京各个大学 跟他们交流 那种目不转睛的眼神 让我非常感动 但是也是很忧心 忧心 他们的年轻岁月 没有祖宗智慧的滋润 尤其是 现在社会大众觉得成功的代表是企业家 所以企业家很有机会到各大砖宴 笑片煞干露水 有一位浙江的企业家 他很紧张跑来跟我说 他说好几个地方要找我演讲 都说我们事业很成功 赶紧要给我们这些企业界的能够多一点开传统文化的课 他们有了很好的根基 真的会很多因缘 让他们可以去造福这些大学生 一切因缘 像大学四年是因缘 假如刚进学校 就能听到五轮十亿 就能发出对家庭民族的使命 那四年绝不空过 那有没有这样的殊胜因缘 对一个大学生来讲 对他人生的影响 可能是天壤之变 而我们的长者 他们以身行道 老祭福西 自在千里 烈士末年 壮心会 还有另外一句话 我们很熟悉的 墨到桑鱼碗 桑鱼碗 就好像太阳快下山 那个鱼音射过来 射在这些桑树 植物的上面 那是傍晚的景象 墨到桑鱼碗 围侠上满天 我们文化的复兴们 多亏了有这些长者老人 因为他们在前面做出表率 我们这些晚辈 升起惭愧心 效法的心 他们真的是围侠上满天 各地都是这样 我们最明显的例子 我们新疆 王教授 带领我们新疆的学习团队 在文化复兴的路上 确确确实实是众志层层 在做 每一次进修班 平均最多的就是新疆 所以人心是能感 境界是所感 在感得这么多企业家发大心 而且还感得非常好的官员 到了新疆当父母官 这都不是偶然的 所以人生要有好的姻缘 得要从内心去求 墨向外求 所以今天最后跟大家交流的是 最后一个轮场 叫朋友有信 好的朋友 也是自己招感来的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这个朋友 对人生命 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句格言讲道 生我者父母 你们要配合一下 这是最后一堂课的考试 假如大家回答不出来 那我只好抱憾终生 当然这不能怪大家 因为这一句话 在这四十五天也没讲过 但是在四十几里面有讲到 但是 这一句话 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的基础 靠父母的教育 家庭的教育 然后紧接着能够有好的朋友的助援 就能成就一些一生的道德学问跟事业 所以是成我者朋友 所以是成我者朋友 亲父善友 如物路中行 虽然感觉不是很强烈受朋友影响 但是潜移默化 是时时有闷 另外一句话 另外一句话也讲到 入孜然之事 久而不闻其香 不知不觉 就熏香了 入暴雨之事 久而不闻其错 所以朋友对自己一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孔子给我们讲到 义者三有 随者三有 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好朋友对生命的益处 不好的朋友对生命的害处 所以孔子也教导学生 以文会有 以有辅仁 这个文都是所谓的文以在道 文以贯道 谈论的这些文章 谈论的这些话题 都是成就自己的道德学问 一生的事业 不讲是非的话 闲话 无意的言语不说 以文会有 以有辅仁 教朋友辅助自己的人德 辅助自己的学问 这个是朋友的重要性 接着我们 要会择有 判断什么是好的朋友 那当然 这个地质规就是标准 真正有德 它的基础是 守 守 孝 涕 赐 谨 信 谨慎 诚信 这个是好的人 假如朋友都不谨慎 做事非常的初心 甚至于是狂妄 甚至于是为非 那跟这样的朋友相处 就可能要遭殃了 所以 《诸子之鸭格言》里面讲到 侠逆恶少 久必受其累 趋至老臣 急则可相逆 趋至老臣 那都属于谨慎牵退的人 稳重 沉着的人 反而真的有事的时候 他帮你上网 有一个员工 他就是在我们 推广传统文化的企业里面工作 他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给他的老板很感慨地讲 他以前的朋友 七八个人聚在一起 到目前为止 他叙述到 死了好几个 其他的在监狱里面 现在还完好的 就只剩他一个人 那我们想一想 假如他没有到这个公司 他现在在哪里 那就很难讲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 朋友环境 太重要了 所以这个在择有的判断 地质规是标准 孔子也提到了 有直 正直的朋友 有量 懂得体谅别人 懂得宽恕别人 这个量当中 也有很真诚 正直 又宽恕体谅 有多文 这个多文 很有学问 很有见识 这个很重要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还要悦人无数 悦人的智慧 行万里路的见闻 这个都属于多文 从各个风土 民情 到很多的历史人物 他都能从中 得到启发 所以这个是 对朋友的判断 在中庸里面 还有一段话 在下位 不获无伤 这一句话 对判断 人 不管是朋友 还是我们要用的下属 都是很好的一段 启发 在下位 不获乎上 名不可得 而至已 获乎上 有道 不信乎朋友 不获乎上 信乎朋友 有道 不顺乎清 不信乎朋友 顺乎清 有道 反诸 生不成 不顺乎清 成生 有道 不明乎善 不明乎散 不成乎生 所以这里 在官人上 看得很深入 这个在下位的人 不能得到 上位的认同 那他就没法 为团体 为国家办事 名不可得 而至也 他没有一个位置 可以去服务人民 所以 在上下的关系当中 服从是非常重要的 他不服从 领导的话 他不能接受 这个团体就不能运作 好 所以一个人 他要能屈 能伸 在团体当中 他觉得不妥的 他先屈下来 能够服从 能够融入团体 赢得大家的认同 跟信任 再来 把他觉得团体当中 不足的 在很循序渐进的 来修正 假如一开始 不服从 又不融入了 就很提意见 那一般的领导者 他很难接受 人家这样的态度 就好像一个儿子 面对父亲 儿子指出 父亲的问题 再怎么对 父亲这口气 咽不咽得下去 那态度不妥当 这个怎么咽得下去 而当我们 觉得我们很对 在讲给别人听 人家不能接受 那是我们也感觉不到 一个团体 或者领导者 他的心理的状态 这个时候是我们 理直气状 甚至于是 好为人事的状况出现 不能体恤对方的心情 不能体恤团体的心情 这个柔软不足啊 所以这一些 我们都要了解 在五轮关系当中 只要能趋 总有能感动 对方的机会 那一天我们还探讨 夫妻 这个先生实在是很 脾气很大 态度很不好 那怎么办 事实上只要这个太太 真正有德行 那个先生也不会打他的 所以五轮关系会形成冲突 绝对双方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 在言语当中 曾经跟大家交流过 绝交不出恶语 这个就很重要 因为绝交出恶语 可能把以后的因缘 都给断送掉 那是我们 还是扶不住自己的情绪 愤怒 在这些竞缘当中 都不能有丝毫的自弃 而且 在反映团体的问题的时候 或者我们听到 团体哪里有情况的时候 一听到一些情况 不要马上被那些情况 情绪整个给拉过去 甚至于在从中调节的时候 都要让双方的心 更平和下来 甚至于更为大局着想 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心境 我们觉得在帮人 或者帮团体 可能会越帮越忙 所以这些心境 都得在境界当中练 而且 是非经过 不知难 长一个家 长一个团体 事情是方方面面的 所以批评很容易 真正去扛这个责任 就不是那么轻松了 我以前没有扛过行政工作 都觉得挺轻松的 自己真的扛了以后才知道 工作不容易 尤其这个时代 大家要非常非常的冷静 为什么 第一个 众生的福分比较多 第二个 每一个人缺乏伦理道德的基础 所以在这样的因素因缘之下 很多物质条件 以至于很多人的素质条件 他都不一定是很具处 这个时候要批评 太容易了 可是要成就一个人 成就一件事 难度很高 这个时候要 大家能共享时间 能包容 能宽恕 能互相提起正面 这个重要了 为什么 不互相提起正面 只要情绪起来 只要怀疑起来 只要对立起来 要回到原来的人与人关系 就不容易了 所以刚刚刚我们提到 趋至老臣 急则可相依 这些话我们要深刻去体会 包含刚刚我们讲到的 绝交不出恶语 我们假如不掌描 我们假如不掌握这些处事的态度 我们想不跟人结怨 不跟人对立 都不容易 好 所以刚刚这一段中庸的话 真正一个好的下属 他要改善一个团体 他绝对不会犯上 所以在下位 或或乎上 他就没有办法 去服务大众 但是或乎上有道 领导还蛮喜欢他的 可是呢 或乎上有道 不幸福朋友 就是他的朋友 跟他的同事都处不来 那这个或乎上也是假的 为什么 从他的心上看 跟领导处得好 怎么可能会跟同事处不好 同样一颗真诚 同样一颗慈悲心 怎么会处不好 就变成了 对上惨媚 对同仁 苛刻 就不信乎朋友 不信乎同仁 所以这个或乎上也是假的 不或乎上 这个是心不成 信乎朋友有道 跟朋友也处得不错 不顺乎亲 结果不孝顺父母 那这个信乎朋友也是假的 不信乎朋友 这个时代 这种现象非常多 为什么呢 根源还是两个字 一个是义 一个是利 假如他这个自私自利不放下 他所有的跟领导处得好 跟朋友同仁处得好 还是为了自己的利 所以他会装得很好 但是回到家没人看到 对父母就傲慢 所以这个时候观察 要启用的人 观察 是不是好的朋友 从这一些更深入去看 就很容易看清楚了 我们看清楚人 不是要去指责人 也不是要去骂人 看清楚他的问题 我们才帮得上忙 我们不是说 懂了这些道理以后 都看人不顺眼 都看人缺点 不是这个概念 看清以后 才能帮助朋友 点出他的问题所在 不然他怎么去 明白 怎么去改正 所以 这个 成生有道 因为刚刚说的 顺乎轻有道 反诸生不成 看起来他很孝顺父母 可是事实上 他的内心还是不耐烦 就像我们说的 富费 这是反诸生不成 还是不顺乎轻有 这一段话也提醒我们 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都修到表象上去 看起来货乎上 看起来顺乎朋友 看起来顺乎轻 信乎朋友顺乎轻 但是假如没有反诸生不成 有没有反过他来看自己的心 成不成 恭不恭敬 假如心还是不成 还是不算孝顺父母 不顺乎轻一样 成生有道 真的很真诚 还要明白善恶 不明乎善 那这个孝顺乎轻一样 那这个孝顺还是会出状况 台湾就有一个例子 为了给母亲治病 跑去抢银行 那这个不明乎善 他对母亲是很真诚 要去解决母亲的问题 但是不明乎善 最后被抓起来了 那他的妈妈高兴吗 那更痛苦了 好 所以这个整个次第 观到心性 观到明白是非善恶 才行 你看很多的人 朋友相交 很有道义啊 但是不明白是非善恶 就越帮越忙 你说朋友 有需要了就冲出来 结果连命都上吊了 那他是不明不善了 跟着朋友就干坏事去了 好 所以这个是择有 我们在择有当中 并不是去排斥谁 很重要的一点 你说那他们 德行不好啊 我们应该去感化他 很有道理啊 问题是 我们还没被他感化 假如变成我们受他影响 那就不行了 我们得要有很高的定位能力 才能够去赚 不然大家发了仁慈心 好 我现在就到寄院去帮助人 那我们自己到那个境界去 都有点眼花缭乱了 那还帮助谁 所以我们能转得了境界才行 有功夫才行 还没有功夫的时候 那一定还是要理人为美 善有为一 要依靠善有 所以孔子晚年讲过一句话 说我离开之后 善者日益 赤者日损 孔子还没离开 他就断言 他两个学生 一个会越来越进步 一个会越来越退步 这个善是指指下 赤是指指贡 为什么呢 因为指下喜欢跟比他有学问的人交往 去请教他们 指贡喜欢跟比他差的人谈话 给他们讲很多 这个我没有冷静 我们都去找那个比我们差的 我们讲得很痛坏 讲着讲着傲慢就上来了 反而那个可以指出我们问题的 我们不想跟他见面 人时时都会在境界战产 产生贪着而不自知 讲着讲着 人家都很恭维我 多舒服啊 干嘛去找那个可以提我问题 我心脏还有点难受的人 但是从这里我们就感觉得出来 孔子有没有劝过子贡 要多交比他好的朋友 有没有 应该是有不可能不劝 但是劝了以后 能不能接受啊 要看自己的造化 所谓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而且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人要对置自己的习气 真的不容易 我们看孔子是圣人 只供跟着孔子这么久的时间 要改掉一个严重的习气 都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说到这里 我就想到 卢叔叔给我的一个教诲 对自己的习气 对自己的习气 要赶尽杀绝 对别人要厚到三分 这个就很重要 也很对置我们当前人的状况 我们可能懂了一些道理 看别人就容易了 要对别人厚到三分 就不容易了 甚至粗言都是断定 这个人就是这样 这个人就是那样 那我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就是刻薄了 所以人的福报 往往都是在这些话当中流出去 所以我现在想 我这个长不胖 就是讲太多刻薄的话 总要把原因找出来 度量要大才行 向有心生 骗不了人 好 所以每一个孔子与弟子的故事 每一个在历史 德语故事当中的故事 都能给我们人生很大的启发 好 我们看朋友有性这个性质 诚信 我们高学长的分享 张绍范氏是把朋友有性演得淋漓净直 诚信 这个不只是守信 它同时包含 信义 本分 本分在里面 什么样才是真正 够朋友 那就包含性意跟本分 在其中 所以 所以 这个范氏 把张绍 送终 完事以后 一定对他的妻儿 都是自始至终的惯性 这个就是朋友的道理 好 在朋友的本分当中 第一个 要劝谏 这个劝谏的部分 刚好我们在言语当中 谈得比较多了 第二个 要关怀 甚至于 是爱乌及乌 也关怀他的亲朋好友 而在关怀当中 雨一多 取一少 面对亲戚朋友 他们没东西吃 我们心里不安 他们有的吃 我们少吃点 心里比较安 以前 有性意的人 真是这样 自己有的吃 亲朋好友没的吃 他吃不下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起来 在孔子传当中 弟子也是 对夫子的那种忠义 舍不得吃 给孔子留着 孔子之后看到 弟子们都吃 这些野菜了 老人家端着 那个饭了 这样我怎么吃得下呢 就是幸运了 就是关怀了 所以 难与能与 在跟 亲朋好友相处的时候 自己很困难的时候 还能施予 困难的 亲友 难做 能做 跟朋友 同人之间 不要计较 我们能多扛的 我们能多做的 做一些 相处当中 每个人 都是在修学的过程 还是会有一些习气 我们难忍 能忍 能包容 不起冲突 起冲突 家里的长辈 伤脑筋 团体的领导 伤脑筋 我们在团体当中 总要提醒自己 能付出些什么 能贡献出什么 绝对不添 丝毫的 麻烦 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 好 所以 而且 我们说 处事 首先要 学 吃亏 都我做了 吃亏吗 做了 福是我们的 所以 了凡事序里面 说到 是看 忠孝之家 子孙 未有不绵眼而昌盛者 在团体当中 都是尽心尽力的人 一定有厚福 忠孝二字 是大福田 而且我们看 不止福是自己的 多做了以后 经验 能力 都在提升 所以不计较的人 为什么有福 我们细气去思量 关键就在这里 所以老人家 提醒我们 不要争 多要学 吃亏 好事与他人 责任与自己 扛起来 好 这个是 朋友的 相处的本分 劝谏 关心 再来 互相赞叹 互相肯定 肯定 肯定对方的优点 肯定对方的付出 不计对方的优点 不计对方的缺点 不计对方对我们的不是 所谓恩欲报 这个在处事当中 非常重要 所以孔子也赞叹 一位贤者 燕子 燕子 善与人交 所以孔子提到 燕贫重 善与人交 久而尽之 一般来讲 在人情上 比较容易 久了之后 随便 久了之后 对方的付出 应该的 这个慢慢 就失 恭敬 比较容易 轻浮计较 要求 就会产生 所以这个心地上 保持 甚至提升 那一份 对朋友的恭敬 对朋友的感恩 对朋友的 欣赏 效法 这样 这个朋友关系 就能长久了 好 第四个 不言加丑 这个有时候 朋友相处 会有起伏 但是呢 在交情好的时候 可能呢 他会把一些隐秘的事情 告诉我们 当有一些摩擦的时候 我们 假如情绪一起 他有什么了不起 以前还怎样 怎样怎样 那这个就不得了了 这个就 使朋友道义 跟厚道 这个造孽就中了 所以我们那一天 跟大家交流一句话 凡一言 而观人终身 众确见识文 真的你 亲眼看到 确定的事情 不可左口 不要讲 那观人家 一生明捷的 不要去讲 要留给人家 改过的机会 凡一语 一句话 而伤我长厚 伤我的厚道 虽闲谈戏虐 在闲聊 开玩笑 甚物行言 都不可以溜出嘴 所以开玩笑的时候 不能乱讲 愤怒的时候 都不能讲这些话 不言家丑 不把朋友的这些丑事 或者他以前的这些事情 去讲出来 这个都是朋友应尽的 本分道理 因为好朋友 在情感上互相支持 他可能很难过的时候 都会找我们谈谈话 所以密室相遇 不相发露 他密室跟你讲 他可能情绪舒缓多了 还是很重要的 人还是有情绪要调节 好朋友就有这个效果 他边请述 情绪抒发掉了 我们边给他一些肯定跟鼓励 不相发露 我们可不能加油天助 把他跟别人的对立又加深 就不妥了 不相发露 不去讲出来 最后呢 通才之义 其实就是相助 这个通才之义当中 这个财呢 我们想 救急不救贫 他一下子 孩子 父母 家庭 出现的紧急需要钱 没有钱 没办法处理 比方说 父母突然住院了 有什么病故了 急需要钱 这个是救急了 一定要伸出援手 这个属于雪中送贪 但是呢 救急不救贫 因为贫 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放逸懒惰 你又给他钱 他更去挥霍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提升他的能力 提升他的使命感 责任心 再交给他能力 交给他经验 这是真正用理智去帮助人的 所以这个是 这个 不救贫 是很有道理的 很多慈善团体 都去帮助那些很穷的 后来他们就越来越依赖 甚至于觉得 都是理所当然帮他们 那可能 这些人啊 用这样的心情去对待别人的帮助 越来越折腐 越来越美腐 所以真正帮人 还是要回到教务 启发他的善心为好 所谓小富有勤 一个人只要勤劳 他不可能会贫穷 你说可是他现在欠人家很多钱 欠人家很多钱 很可能跟他以前 做生意的时候 没有亮露为初 稳扎稳打 一下子贪心太重 最后才会跌得那么重 爬得越高 才跌得重 或者他家里真的 孩子也生病了 父母也生病了 那真跟他的福报有关 福田又是新根 还是得回到教育 就看明白了 真的 尽力地介绍给朋友 伦理道德因果教育 是彻底 是彻底解决 是彻底解决他的人生问题 好 所以在这个通财之意当中 我们时时想到 贫贱不清 我们的朋友虽然 财富地位不高 我们 还是一样地 恭敬他 还是一样地感激 曾经他给我们的付出 哪怕你现在是国家领导人 现在是大老板 对于以前的朋友 他现在哪怕只是一个劳工 你对他的恭敬 都没有丝毫改变 这个才是修养 假如变了 那就是我们的心在堕落了 凭贱不清 招苦不舍 见义勇为 朋友很困难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舍弃他 招苦不舍 好 这个是提到朋友的本分 当然他不是只有五点 随着每个人人生 包含在经典当中的感悟 都可以再加上去 朋友相处之间的心态 在这里再给大家提 其实不理 孝敌忠性 理义廉耻 我们看理 理让 忍让 谦让 这个让字是很有学问的 德行要提升的一定是千退千让 所以这个让字还有一段话跟大家交流一下 让名于上 让公于众 让味于贤 让食于用 好名声 给领导 为什么 不是惨媚 给领导之后 他的权威 性欲 更好 他能很好的去带 这个团队 假如我们下属要跟领导争 风光 那这个时候 第一个 在人情上 领导会难受的 就好像哪有儿子要跟父亲争光的 好 所以这一点 像清朝就非常不简单 乾隆当皇帝当了六十年 当了太上皇当了四年 他后面为什么不当呢 因为他的爷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 他不敢超过他爷爷 所以他六十年 你们看到古代 这不简单 顾及到 不可以以公去压到自己的祖上 而且他们有今天都是祖上 给他们的教育 跟给他们的承传 好 所以让名于上 让公于众 我们在团体当中 在那里抢公的时候 一定会伤人和 让公于众 而且说实在的 我们用一份道义的心去做事 哪有想着 我要什么名 我要什么功呢 没有挂碍的 能让的 让给别人 让位于贤 有比我们好的 赶紧让他来做 带动整个尊重贤德的风气 而不是嫉妒排斥 让位于贤 让食于幼 因为人在成长过程当中 刚好那一段时间是发育期 假如孩子那一段时间没有吃好 可能他一辈子的体质 会受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是长者对下 晚辈的一种仁慈的态度 好 所以朋友相处 也都是守着这个五常八德 能人呢 仁义理智性这个人 就能设身处地 将家人先问起 好 这个是跟大家谈到的 这个朋友关系 我们这个五轮之后啊 接着就是博学 审问 圣诗 明辨 读行 而其实我们在这四十五天 跟大家一起在交流的 很多的 知见 观念 都是在圣诗明辨 博学 审问 圣诗明辨 都属于了解 道理 紧接着更重要的是行 所以赌行 赌行又分为 立身 处事 接物 所以这一本 颜兽耀眼 对于我们在去体会 立身 处事 接物啊 有很好的效果 大家翻开目录就好了 目录当中 第一个立身 就是我们四千五百年里面 讲到的 颜兽性 行笃境 成分 治愈 谦善 改过 而这里讲得更细 他把它 分成十几个 细项 大家看 颜兽性 行笃境 这里面就有 诚实 正直 忠厚 都可以延伸 颜兽性 行笃境的理解 我们看这里有 成分 这里就有这个标题 治愈 治愈的话呢 这里有安分 知足 就能治愈 这里也有改过 至于谦善 那孝友 是谦善 情简 是谦善 立志 这个都属于谦善 接着我们看 处事 处事其实就是 接悟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我们四千五百年 就这两句话 而这里列出来的 那都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我们看一下 谦让 谦虚了 人家跟我们相处 才没有压力 素道 度量 信用 公平 谨言 听言 这些都属于 我们在 跟人相处当中 很重要的修养 大家可以 借由这一本书 对于这个 接悟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有更宽广的体会 最后 做事情 四千五百年子 告诉我们 正其以 不谋其力 明其道 不计其功 那这一本呢 它就有一个好处呢 能够让我们知道 做事的原理原则 我们看到 目录的 第四边 职业这个部分 大家翻到没有 我们看 这里就很提醒我们 做任何事情 你要抉择 好的事去做 择业 而且你要常常 温习 习业 还要 做事的时候 要量力而为 要预备 凡事预折利 不预折废 不能没有章法 乱成一团 要准备 讲话要准备 做事要准备 要专一 专注 要循序 渐进 要有恒心 而且要耐烦 不能急躁 不能起情绪 要能精熟 这个精熟就是 要不断地深入 你不能今天做做这个 明天做做那个 就做不好事了 能力也不能深入了 还有学问 经验 这些都是做事当中 很重要的基础 学问为祭祀之本 经验也很重要 我们有时候学了传统文化 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了 就麻烦了 就变狂妄了 人家还有很多组织运作的经验 各行各业宝贵的经验 都应该多学习 习食 这个也是做事当中很重要的 课例 乐业 好 这个是跟大家交流 可以透过一本书 来辅助 整个四千五百年后面的 立身处事接物的 一个学习 好 最后还有一些问题 现在时间不够了 那这个问题 我们之后在学习的 我们自己内部学习 我会针对这个问题 讲一堂课 到时候这个录音 文档 我们会挂在网上 因为我怕这个问问题的 回家睡不着觉 就先跟大家有这个默契 我们最后没有回答的问题 会在我们自己内部课的时候 会把它录下来 到时候跟大家交流 还有发一篇 《福佑帝君心经》 福佑帝君是吕洞宾先生 吕主 在《鸟盘士庆》里面 有他一个故事 他很有仁慈 他能想到五百年后的人 他的师父要教他点石成经 他说这个点完之后 以后会不会变回石头 他说会 五百年之后就变了 他说那不行 会害五百年之后的人 非常仁慈 而这一篇讲得细 我们任何错误的心态 他都有对峙的方法 好 这个就是最好的 格物修身的一个提醒 我们假如心情不好 赶紧把这一篇拿出来 对一对 是哪一句的心态没调回来 好 好 最后呢 感谢大家 在这四十五天 这么样信任 配合整个我们这个课程 那这个 在四十五天当中 我有讲的不妥当的地方 还请诸位学长 这个有词有量的有多文 请大家能够直接给我 以及给我们在台上跟大家分享的 同仁都能指出来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